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纪元世界头条 首先看到台湾大纪元头版报道 港人上街反恶法 港警滥捕逾百人 中共人大日前强推香港国家安全法 引发国际哗然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 国家安全由中共定义是很危险的事 国安法是共产党打压意见言论的手段 呼吁全港市民抗争 香港网友24日发起游行抗议 截至昨天下午6时 已经有超过百人被捕 香港泛民主派议员认为 这比一年前的逃犯条例恶毒100倍 将终结一国两制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也表示 台湾的民主自由是透过流血和流泪换来 自己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 有可能在未来引发比去年反送中 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除了香港有超过380多名区议员 斥责中共企图赤裸裸的撕毁契约 23个国家198名政要联署 谴责中共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并且明确告诉北京 世界不会任由一国两制在一夜消失 这些国家也考虑要组成联盟来抗衡北京 台湾战略模拟学会研究员何成辉认为 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危机 恐怕已经把中共政权逼到危机存亡的地步 所以对内要紧缩加强控制力 而香港显然是它的一个破口 而且带来威胁 压力大到它不惜连演都不愿意演 也要加强控制香港 不过一旦这样做 美国可能会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 将严重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根基 美中对抗 香港将成为下个战场 未来钱财流失 金融中心不在 人财外流 而且香港是中共高官洗钱的地方 也跟很多红二代的资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共为何会愿意冒这个风险呢 中国问题专家 台湾国阵研究协会资委董立文表示 香港的确是中共的小金库 但是如果这次无法有效地解决反送中运动 将会对中共内部的政治影响非常巨大 所以宁愿牺牲这个重要的小金库 也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生存 中共就是政治优先 可以看到 中共过去的所作所为 已经替自己制造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强推恶法 国内外的压力也不会减轻 反而会加剧外部对中共的制裁 致命一级 美新规瞄准华为资产海思 台积电现在已经不再接华为的订单 但是美国商务部发现 华为的资产海思透过向台积电下单 仍然能取得大量晶片 所以15日美方宣布修改规则 进一步禁止全球晶片供应链 向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出货 任何想为华为制造晶片的外国公司 只要用到美国相关技术和设备 都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 路透社形容这是对华为的致命一级 将重创华为的智慧型手机和5G等主要业务 其实现在美中贸易战持续延烧至科技战 台湾半淘体业的动向备受关注 台积电就是选择与华为脱钩 不过联发客则是策略不同 各自选边站 台积电掌握先进技术 获得美系客户的信赖 联发客主攻中低阶手机的中低阶晶片 有过于依赖中国市场的隐忧 虽然联发客选择持续给中期供货 短期有订单 但是长期得面临中国市场萎缩的挑战 接着看到美国新闻 川普促各州立即开放信仰场所 宣布礼拜场所为提供基本服务的必要场所 将有权先开放 川普表示 他反对某些州开放企业而不开放教堂的政策 他认为在美国我们需要更多的祈祷 而不是更少 这是把我们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地方 数百万美国人把礼敬神明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续看到加拿大新闻 疫情后 加拿大能源业将限并购潮 美国石油基准价格于4月份叠至复数 很多能源公司都陷入财务困境 可能会有一波并购潮 但是由于波动过大 分析师认为出价差距太大 因此现阶段并购价格难以谈妥 但是价格稳定后一切开始正常运作了 并购活动就开始了 最后关心澳洲新闻 澳洲前国防情报官认清中共重塑对华战略 外界认为澳洲是由于推动国际独立调查疫情真相 而遭到中共征收巨额关税的经济报复 对此澳洲国防情报机构中国部的前负责人蒙克博士 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澳洲需要认真对待中共渗透的严重性 反思对华战略 要世界看清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危险性 好的 今天的大纪元世界头条就到这边 更多完整的内容 欢迎订阅大纪元时报 掌握中共肺炎最新真实资讯 守护台湾不能松懈 了解世界脉动 开阔你的眼界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正当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愈娇愈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顶报转线 0800-566-688